话说,对于通过呼吸道传染的疾病到底有多危险,咱们到底了解多少呢? 今天我就带你们来看一部传染性疾病爆发导致城市陷入混乱的灾难电影《流感》。 一个集装箱从港口出发,里面满载着准备偷渡到韩国打工补贴家用的人。 其中一个人看起来似乎不太舒服,但是并没有人在意。 集装箱到达韩国后,一对兄弟前来接引,可是打开门却发现里面的人居然都死了。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两人彻底懵了。 但后来两人发现还有一个幸存者小黑,所以他们本想把小黑带到市区,却一不小心让他跑了。 而此时弟弟身体也开始出现异常,可惜没人知道一场可怕的灾难正在酝酿。 男主大帅是一个救援队队员,在一次救援里,他对漂亮的小美一见钟情。 小美是一名医生,那次与大帅相遇的意外里,因为包包丢了的缘故,他弄丢了非常重要的论文资料。 大帅为了赢得女神芳心,特地为他找回了丢失的包包。 可惜却意外得知,小美居然已经有个可爱的闺女美日了。 大帅简直心碎了一地呀,但还是强打精神把自己的名片给了美日,让他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自己。 而另一边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症状的弟弟正想抓点药吃,却不知道病毒正随着他的咳嗽,在城市里疯狂传播。 从医生到小孩到学生。 后来美日机缘巧合下,与小黑有了一面之缘。 他给了小黑面包和水后,打电话找来了大帅,想要让大帅救救小黑,却没有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小黑便消失不见了。 大帅也意外得知了,原来小美是单亲妈妈,瞬间她又重新快乐了。 可是此时的小美已经盲成一团,因为弟弟病发了,模样十分恐怖。 小美诊断后,认定这一定是传染病猪瘤感,并且她还在弟弟的手机里发现了集装箱的视频。 医护人员瞬间紧张了起来,他们想要查清究竟有多少人感染时,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病,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混乱。 大帅更是和美日在这场混乱里走丢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政府无奈准备封城,医疗队撤离到首尔。 但小美却只想去找到美日,所以离开了医疗队。 后来她和大帅碰头,发现人们都在疯狂抢购物资,恐惧使大家都失去了理智。 幸好在这样的混乱里,她和大帅还是成功找到了美日。 她原本想用医院的关系把大帅一起带去首尔,但是看到这样混乱的场景, 身为救援队议员的大帅却选择留了下来,无奈小美只能带着女儿离开。 可是在上直升机前,工作人员却听到了美日正在咳嗽,所以便拒绝了小美登机的请求。 无奈小美只能乘坐大巴,想要去到安全区。 后来在检查站里,他们再次碰到了大帅。 小美在给女儿检查身体时,发现女儿身上居然出现了感染症状,但她还是趁乱让女儿去到了安全区。 此时,大帅也发现了这一切,他劝说小美把美日送去治疗,但小美却根本不愿意美日离开自己。 此时医疗队的人终于找到了小黑,在病毒中存货下来的她也许身上有抗体,所以医疗队把她带走了。 小美也被带回医疗队一起研究小黑身上的抗体,但不幸的是,美日的代号被检查出来已经感染。 就在即将被带走之时,大帅把美日的代号拿走了,并代替美日进入了隔离区。 真是爱情的力量啊! 此时抗体仍然没有研究出来,但美日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无奈小美只能铤而走险,把小黑的血注入了美日的体内,却被其他人发现了。 小美被注射了麻醉剂晕倒了,美日也被送去了隔离区。 等小美醒来时,得知小黑体内确实有抗体存在,但美日已经被送走了。 发疯的她抢走了抗体后,冲向了隔离区,她疯了一样的寻找美日。 与此同时,发现美日被送往隔离区的大帅也在不停地找着她,最后总算在感染的人堆里找到了美日。 但此时安全区的人意外得知,送去隔离区的人根本不是在治疗,而是全部被处理掉了。 安全区的人彻底陷入了疯狂,还发生了暴动。 人们开始冲向隔离区救人,疯狂攻击医疗团队,就连小黑都在这场暴动里意外身亡了。 医疗队失去了抗体,但是小美却从大帅口中得知,美日开始好转了。 小美怀疑,也许是美日身上注射了小黑的血清,已经开始产生抗体了,所以他们开始寻找美日。 但此时美国却想彻底封锁疫区防止病毒蔓延,对于所有想要逃离的人都无情射杀。 去寻找女儿的小美也被误伤,但是通过监控大家却发现,原本被送去隔离的美日却好像真的恢复了, 所以总统下令停止了封锁,甚至不惜与美国撕破脸皮,才终于成功将美日带出。 异区的人也得到了救治,每日被送去研究,小美和大帅也谈起了甜甜的恋爱,毕竟两人可是经历了生死的人。 相信这场可怕的瘟疫很快就会落下帷幕,我们也是。 好了,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关注哟。